防堵登革熱入境宜蘭一起動手清容器 高灘地改植草皮影響農民權益地方反彈 大街小巷好幫手 壯為領長公務自行車發送 宜蘭市稻米品件 選拔優勝角逐全國冠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這一節國語新聞 首先要帶大家來關心到新北市 昨天公布確診新莊區 再增添一例的登革熱本土個案 由於這個個案在發病前一天 曾到圓山鄉一家農場旅遊 縣府為了防堵登革熱入境宜蘭 今天特別前往圓山消毒清除病霉文 也呼籲大家一起來防疫 縣政府動員宜蘭施工所及圓山鄉的清潔隊人員 來到圓山這處休閒農場 仔細針對每個角落噴藥消毒 並且清除積水容器以消除病霉文 防堵新莊登革熱的病例 在這裡滋身入侵宜蘭 以達到全面防疫措施 昨天收到新北市的通知 說新北現在一個熱區 就是新莊那裡就是登革熱的本土 在那邊有問題 那他們發現說有一個在8月6號的時候發病 那去調查的時候這個個案呢 他是8月5號到宜蘭來就在這個地方他有來這邊那個理由 所以呢我們第一時間台新北他通知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就是這個流程就是趕快要來他這個地方呢必須要做環境的那種清潔 那環境清潔的話呢我們就是分室內和室外那室外就是要清潔積水容器啦可能預防那個節節生存的地方 那另外呢室內的話呢也是要注意就是要一些噴霧罐啦就是要做那個魅魂的動作 民眾若是前往國內疫情的流行地區或是東南亞登革熱流行國家旅遊 回國返鄉之後應該自我健康管理14天 若出現發燒頭痛肌肉痛腹瀉紅疹等登革熱的相關症狀 應該立即就醫並且告知旅遊史以立醫師診斷通報 希望啦這一個新莊的個案來這邊呢沒有被我們這邊的百姓百尾盯到 但是呢萬一他被百姓百尾盯到的時候呢 這些百姓百尾變成被感染了 他的病毒會在體內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呢他開始蔓廉 那一個禮拜左右呢他開始叮人的話呢 我們的人大概3到14天會發病 那發病的時候呢你會覺得好像頭痛發燒 那而且有一個特別就是登革熱呢你會覺得你的眼窩後面會很痛 那還有呢肌肉痠痛啦骨頭痛啦 另外還有比較特別就是有一些人他只有一些那個腹瀉的症狀而已 所以呢假如這些症狀的話 當然我們就希望趕快到醫院去或是診所去給醫生看 所以呢昨天前天呢我們第一時間呢 已經跟所有醫藍的所有的開業醫通知還有醫院通知就是說 有這些症狀的個案呢到去去那邊就診的時候呢要趕快做登革熱的快篩 那我們登革熱快篩的試劑呢在所有的 醫院還有我們的12個衛生所都有 縣府也呼籲民眾不要恐慌 縣政府已經採行高規格的防疫措施 也請民眾做好尋到清刷清除並沒穩置身原的四個步驟 隨時動手清除積水容器 把家戶內外環境整理的整齊乾淨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另外第一河川局為了防汛安全從歪仔歪橋到蘭陽大橋間將要興建堤防 同時間還要在堤防外種植大片的草皮來防止沙塵暴發生 不過農民得知後並不諒解 認為這已經影響到他們的農作權益 十多位租用高攤地的農民還有地方議員代表村長等等 共同來參與會堪 得知河川局將要從新堤防外延伸100公尺 而且範圍從歪歪橋下游1.2公里 將要種植大片草皮 這對已經進行耕作的農民來說 不但損失整地費用 以後也不能從事農產工作 所以損失難以估計 對此經過協善後 主持會看的午節相待會主席沈信雄表示 為了防止沙塵暴來種植草皮 根本不符合實際效益 不如讓農民耕作 不但保護土壤又能收取租金 也不用故宮請人整理草皮 所以希望河川局維持原本高攤地的使用情形 本用域他可能是怕那個陽城來沈陽嘛 就沙塵暴嘛 結果我們這裡想我們巡視 我們常常喝水 這裡大水下來它草皮就蓋了 所以剛才我們有個建議 是不是在那個西濱公園那一站 整個規劃草皮種下去 這邊同樣讓我們同親同樣來種植 做農作物 對 做農作物 身體健康啦 他便於管理嘛 不然你看那些汗汗汗 我們補充局也要叫人來撲擦 就是讓我們這裡的市長 我們這裡的鄉親來建築來台冠嘛 對 還有水旗還有零件 有一點收金拿收 這都是兩銀的東西嘛 對於地方聲音 河川局將反應給上級 並重新辦理會堪 來確定高探地未來的應用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玲 採訪報導 而匯集了羅東仁愛里 市長更誇張 已經漲得比人高 尤其在長新橋路段 這裡人車出入平凡 又是橋樑又是彎道 雜草已經造成交通視線死角 所以鎮安村長希望主管單位 能儘速來蘇俊清理 這裡是國際鄉丁安村 會加羅東仁愛里 還有跟我們國際鄉宿村的價格 這一個新鎮的區域白水 就是白這三銀利 這個白水公園 他這個區域白水的 這個市有一路這個路 從這個工業區以前到那個 市長新還有一些 中小園的工廠很多 我們工廠的房子這個市場都走 這十草的法家 路面都市場都走 再來就是我剛才說 影響到這三銀利的白水公園 對此代表會主席沈信雄表示 目前縣府跟水利會好像在釐清全責 所以只有放任不管 但是接近颱風期 萬一發生水患或是交通意外 誰來負責 鄉親來給我們歡迎 我們也有做一個歡迎 結果兩個單位在踢皮球 踢皮球以後 之前是都依然先政府在 他在在操啦 清雨什麼都 蘇俊都議員官政府 最近聽說什麼議員官政府 他的全責單位跟臺九線 所以說剛剛有那個居民 很多好幾個居民在跟我反應 是不是臺九線過來往西這邊的居民 他們沒有繳稅 我說不會不會 這跟繳稅沒繳稅是沒有直接關係 所以說盡情相關單位 能在最短的時間達成一個協議 該由誰來負責 誰來除草清雨 不要繼續贏我們的臺九線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有關交通消息來看到 宜蘭市的中心路是附近居民 對外聯絡的主要道路 不過路寬卻前後不一 人車交匯時容易產生交通危害 為此縣議員林志鴻 今天是邀請縣府事工所道場會刊 尋求改善的辦法 後面中的中心路因為縱溝還沒有加蓋 路寬不足三米 人車交匯時容易產生交通危害 此外中心路連接禮物橋下道路 因為標線不清 致使許多用路人被開罰單 怨聲連連 紛紛向當地里長來反應 要求設法改善 立物橋這段單行道 我是建議說可以來開放 讓農民比較方便 不然老的人比較不知道左右 經常警察在那裡 經常去開洋單 不然我們就是建議社區 把這個火台扶掉 符合這個路的看民 標是不清楚 像我在說在整個法律 臨行之前 先把這個路標都拿到E.D. 這個交通標示 弄出來 除了說 這車的遵循方式是要怎麼騎 不然晚上都會有 像剛才這 雙巷嘛 這邊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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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有開洞 很憤怒這個路面也比較會 兩台車在收拾時有比較危險 也希望我們治理會 或是相關黨委員 可以追究這個 來蓋蓋 整個這個路面的感度 讓我們這個 交通可以比較安全 為了解決居民的困擾 先議員林志鴻 今天特別邀請 相關單位到現場會看 除了希望儘速 將道路拓寬之外 也希望主管機關 能重新整理標線和交通動線 讓民眾有所依循 以免受罰 尤其這段 三越道路 這段 來奧古蘇高路走 結果我們在在家和買 我們很多事都在這裡運動 很多事都因為 車廂 受傷心很害怕 所以這都造成 我們這個高 地方 要反應 要發展 很大的困擾 所以 辦這個火箭 希望把目前 政府機關 包括交通道路 不夠 包括交通標線 標誌 不清楚 讓民眾去 警察開單的部分 可以盡快來改善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還有 撞圍鄉公所為了讓 林長方便穿梭大街小巷 協助鄉鎮業務宣傳 特別編列了經費 發放給鄉內222位的林長 每人一輛公務腳踏車 而且也是響應環保 撞圍鄉內有14個村 222位林長 一直以來都是盡心協助發放宣傳單 宣導公所政令消息 為民服務的第一線人員 為了方便他們在大街小巷穿梭 鄉公所在財政困困的情況下 特別編列77萬多元 發放林長公務自行車 讓他們能一邊宣導政令 也能節能減碳 現在我們財政改善 所以我們才透過這個儀船 這個儀船 從儀舀儀船都拜託主席 有這片的協助 所以主席和所有代表台路 一致的同意我們來買這個卡拉車 所以這卡拉車 我們是一道求 當初要來照表的秋生 我們是要用台灣的 我們一部是我們台商 在台日 台日出唱的工程 我們會租 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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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所以我們的一卡拉車 絕對是台灣的 變一部是 公司 這邊買的卡拉車 非常好 我早就看到了平白 這個安特殉公知名人台 可以讓我們這些人長 希望農民團有一個很好的卡通工具 還有一段 有尋諱過我們的青雄 這是不先鮮的 所以我們買就買得比較好 我們回去公司幫忙和支持 買一個卡拉車的小意思 我們也讓你們交通方便 也在這裡既台公司 可以繼續把公司支持 這次採購的車型 是國內知名品牌 每一輛都符合國家標準 車身均有房切到號碼 也納入公務物品列測管理 希望對公務的推展 能有極大的幫助 未來希望能有更實務的政策 讓林長更方便執行公務 感謝我們這個林長曾經來 對公司的行政推動 我們也有很多事物 有需要到三天 才能讓我們行政推動 才能得到這麼順利 我們林長非常辛苦 由於我們公司的一些宣導 或是一些統治堂的愛犯 尤其我們綜藝 沒有一口的苦力 我們有抗議 抗議的事務 是我們林長要去我這裡的統治堂 要去跟我們這個組合 實在有需要 實在有需要 實在有更好的車 眾人向前走 Go!Go!Go! 拿到自行車後 林長也馬上騎著他 準備繼續日常的公務 希望用品質良好的車輛 來更快速幫助民眾解決事物 提升政務的推動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 實習記者林怡君採訪報導 宜蘭市所生產的稻米 以高雄145號品種為主 曾經獲得全國十大經典毫米 以及全國民米產地冠軍賽的冠軍 經理宜蘭市農會再度以同品種 舉辦稻米品質評鑑 針對外觀、性狀、口感進行評分 選拔出冠軍得主 將要代表宜蘭市參加台灣稻米達人的冠軍賽 宜蘭市稻米品質評鑑 今天在市農會農眾登場 共有九位農友來參加 由評審針對外觀、口感進行評分 選出冠軍名的得主 宜蘭市農會主打的是國王一輸 國王一輸 在民國一百空二年 我們連續三年 全國入圍全國十大經典毫米 其中有兩年 我們就有冠軍 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的米市非常好吃 所以今天參加這些農民 都是在很公平、很公開、靠面的來比 就選出冠軍 然後代表宜蘭市的冠軍 去到中間去比賽 宜蘭市農會表示 宜蘭不但水質好 而且稻米只有一期做 土壤也能得到充分的休養 所在種稻米的品質 並不會比其他縣市差 因此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相當值得推廣 宜蘭館所有的水質都非常好 宜蘭因為一年一期做 所以說我們的米一定是非常好吃 尤其我們的米的生產期 就是從種下去跟割 都要投百四天做油 有別餘、中南部 他都百多天就割 所以我們的米鎮一定非常好吃 我們宜蘭的米跟法連的米的比較 宜蘭的特色就是 我們有兩年補一年 一年要有八價位置 突然在休息 所以說補出來的米都比較好吃 比賽的米都比較好吃 我希望說真的 我們這個米要來推廣 以後會比法連的廚索民更好 所以說我們的館政府 欠退銷 其實台灣生會退銷 我相信都可以說很好 在評審嚴格的評選之下 結果由劉凱涵奪得冠軍 將代表伊蘭市參加全國比賽 爭取台灣毫米的寶座 宜蘭新聞記者 萊福新採訪報導 圓山的聖陽水草農場 今年來了一對寶玉類鳥類水智 而且順利交配孵化了四隻小寶寶 不過其中卻有兩隻被池中的生物吃掉 讓愛鳥人事事相當的不捨 聖陽水草農場生態池 今年來了一對寶玉類的交客水智 並且順利交配產下四顆蛋 在鳥爸爸細心孵蛋照護之下 在8月3號終於全部孵化 四隻小寶寶相當的可愛 不料卻在8月5號短短的一天當中 遭到池中的生物活生生的吞噬掉兩隻 失去了兩隻小生命 讓愛鳥人事及原方非常不捨 水智其實已經來了好多年了 今年好不容易來了一對 那一對也很不容易就生下四個蛋 那四個蛋浮出之後還蠻多人來了 不過當中發現了一些小差距 就是有被裡面其他的生物把它吃掉了 那我們在想應該是裡面的那個 就是泰國鯉魚把它吃掉 因為也有很多人說是憋 可是憋的速度其實是真的是比較慢 那我因為那個泰國鯉魚裡面最大 大概有到50公分左右 那個一口就可以把它拉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想辦法說 看可不可以想辦法把裡面的泰國鯉魚的數量 把它降低這樣 有人懷疑兇手可能是池中的憋 但原方認為應該是泰國鯉魚所為 有人建議將兇手捕捉起來 或是將剩下的兩隻小水智抓起來保育 避免再遭到不測 不過原方還是認為物盡天責 這是大自然的法則 應該讓其自然掩涕 不要人為干擾 而目前這兩隻小水智 在鳥爸爸及鳥媽媽的福育及守護下 都還平安 也希望他們能夠順利長大 其實這段時間我也聽到蠻多人的建議 然後也有很多人說你要去保護牠 不過站在我們一個長期在觀察這些生態的角度上面來看 其實我們覺得那個對牠 我們過度的保護對牠也不見得是好事 反正你看這幾天剩下兩隻 因為第一個母鳥也比較有警覺性的 第二個那個小的鳥也慢慢大了 好像看起來牠的危險度慢慢慢慢在降低了 所以我覺得牠還是回歸到大自然的環境 讓牠就讓牠自然的掩涕這樣 有沒有希望水智每年都在這個環境 當然也是希望這樣 因為對農場的這種資源 又多了一個這樣的資源 那我們也會營造其他鳥類更適合的環境 所以這方面也會再繼續努力 原方希望未來在這處的生態池 只多種一些樹木並且減少池中泰國鯉魚的數量 以營造優質的生態環境 讓水智能夠在這裡持續的繁衍下一代 也為農場創造更多的生態亮點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接著是藝文消息 宜蘭歸土藝術運動進入了第四年 為期一個禮拜的活動 將要從8月13號開始到19號 在宜蘭火車站前的丟丟檔廣場 來接力演出 會進行一連七天的在地藝文 市集以及NGO團隊大串聯 邁入第四年的宜蘭歸土藝術運動 以青春夢為主題 許多演出單位也配合這個主題 來規劃精彩的表演內容 青春夢的意思呢 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有什麼我們要說青春夢 因為我們有一個標誌 叫做 做揮槌你們的青春我們的夢 你們的青春就是說 我們資深的宜蘭人 他們過去的宜蘭是做什麼模樣 其實我們現在的宜蘭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回顧 我們希望呢 讓過去的這些宜蘭的這些美好的景象 可以讓現代的人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 以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我們的青春正在發生 但是我們生長在這個宜蘭 我們有什麼樣的夢想 這個宜蘭到底給了我們什麼樣的夢想 還有我們未來希望在夢想裡面 這個宜蘭是變成什麼樣子的 為期一個禮拜的活動 除了有藝文以及短獎接力演出之外 主辦單位今年特別推出新單元 旧城尋寶圖 帶領大家在旧城區裡面尋寶尋根 宜蘭的旧城有很多很多的文資場所 而且他們的距離都很近 然後我們希望呢 用這個旧城尋寶圖 把這些點都把它圈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說 有這些地方的空氣 不是說古城去野茄子 不是說古城去人留一個地方 這些地方都是值得我們好好的去思索 然後去回味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這個旧城尋寶圖呢 希望讓大家鼓勵大家去這些地方 然後用什麼樣的方式鼓勵就是 如果你去這些地方拍照打卡 只要集了六個地方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到現場 我們的現場在隊隊黨這邊 來這邊抽獎 主辦單位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發想 將民眾拉向旧城區 讓藝術氣息擴大到整個宜蘭市 並活化這座城市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辛採訪報導 在新聞之後 接著也一起來看到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預測 明天宜蘭地區是多雲實情的天氣形態 降雨機率為百分之二十 氣溫預測在二十六到三十四度之間 接著看到明月氣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蘭新聞 我是黃竹翰 也感謝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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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